故宮國寶捨快 是人為的疏失?還是有人掉包? 我想 國人看到上禮拜五我們陳以信委員的一個爆料質詢之後才恍然大悟 原來我們覺得 保護保存最專業的故宮博物院居然發生離譜的三件文物破損的事件 而更有人馬上就在質疑 那當初的相關畫面 當初的監視紀錄以及最重要的是那個文物 還是不是那個文物 所以我想第一 不要怪國人大家都會有 好懷疑 更重要是因為你們過去到現在故宮的專業已經被在這一次損壞的時候 已經損壞了國人對於故宮專業的信心 我們叫問 吳密查你講 監視器沒有看到有人為疏失的損壞情況 因此判定非人為疏失 那監視器畫面在哪裡 請公佈監視器畫面 還是監視器畫面也是黑箱封存30年 也是要 保密 也是 有國防部有衛福部現在也要有故宮博物院的這個黑部嗎 再者 請公佈 由專家學者 組成的文資小組 來公佈 這三件 獲損的文物 鑑定狀況為何 請讓國人知道 他是不是還是 真真正正的文物 還是有可能已經被上下 狸貓換太子 給通天換日換走了 這一點 我相信國人都心裡有 一樣的疑惑 如果我們要求 應該要有 專家文物鑑定的 專業人士 來去鑑定了解 這個文物是不是還是原本的文物 再者 第二點 我想 最讓我們遺憾的就是 抄襲 是不是民進黨政府的DNA累積 論文要抄 研究報告 或是相關的部分 也在抄襲嗎 顧工博物院拿出了 去年2月 2月3號的這個調查報告以及今年 7月4號的調查報告 我們特別發現 我們特別發現 連結語都抄襲 連結語都互相的cope 你是複製貼上就交差了事了 如果是這種心態的話 難怪國保沒有辦法保護好啊 我們先看 去年2月 這個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 結語 短短的幾個字 可是卻有高度的重疊 他講什麼 本院典藏 眾多國家珍貴文物 身負 中華文化的重責大任 顧典藏文物各項軟硬體設備 都應該要 逐步編列預算採購 一樣 過了一年 一年後的4月7號 再發現 摔破一件 本院典藏眾多國家珍貴文物 身負 傳承中華文化重責大任 顧典藏文物的各項軟硬體設備 應該逐步編列經費 講半天就是沒錢啊 講半天 你會把故宮國保 故宮文物摔破 你們追根究底就認為是沒錢是嗎 會不會笑掉人家大牙 連結語都要抄 還有要辦理內部教育訓練 承擔讓新近同仁能夠跟更快的速度熟練文物整理及保存的正確方式 一樣 要辦理教育訓練傳承分享讓新近同仁能夠更快的速度熟練文物整理及保存的正確方式 連 調查報告都在抄 抄襲已經變成民進黨政府執政下的DNA了 天下文章一大抄 連兩份調查報告的結語都有那麼高度重疊 難怪你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 難怪你們根本就是覺得說這個是無關痛癢無關緊要 難怪你們就是只做紙上作業紙上文章 所以你們沒有把文物放在心上 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破裂的狀況 不就是這樣嗎 最後 三件文物國保破損 那故宮廣藏典藏的70萬件文物呢 誰能夠保證 無密查 或者是任何現在民進黨的高官 能不能跟我們國人保證 只有這三件 還是剩下的你們根本沒有去開箱根本沒有去調查根本沒有去盤點 所以你們也不知道 因為照故宮的講法 這兩件都是打開箱之後才發覺已經破在裡面了 所以換言之現在的保存方法是有問題的 而故宮還有點藏70萬件的文物 有書畫類 有文件類 當然也有瓷器以及物品類 剩下的這些瓷器物品 誰能保證沒有破損 也因此 我們呼籲 應該即刻啟動 故宮文物盤點作業 之前我們中華民國歷史上有兩次 一次是70幾年 民國70幾年 一次比較近 是民國100年左右 而現在也已經過了10年的時間了 發生那麼離譜的文物破裂事件 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 一個月內 啟動所有文物盤點確保的作業 以釐清跟確保現在我們所有典藏的文物 都是 是 玩好如出 原封不動 沒有狸貓換太子的狀況 這 才是真真正正 給國人一個交代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 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較溫和 緊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